今天好戰具要跟大家分享介紹的是 樂高 2019年的樂高 7618 不是18 76128 樂高 蜘蛛人系列的 離鄉日 翻譯應該是叫離鄉日 然後是這一組是 幻影客 跟 夜猴 然後VS 元素中的 這算火焰人還熔焰人 基本上是這樣 可是如果大家已經看過電影的話 應該可以知道其實並沒有熔焰人這個角色 他是個頭影 現在爆雷應該沒關係 基本上他就是沒有什麼場景 他就是三個人 分別是特殊造型的 蜘蛛人 夜猴型態 這樣講很奇怪 跟 幻影 神秘客 應該叫神秘客 神秘客 然後跟一個其實 一開始大家以為 是在爆雷的一個神秘角色 但其實沒有 他就只是一個單純的 救災人員 然後 配備是一個消防器 其實消防器拿在手上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因為消防器最多噴的 也才噴幾秒鐘 不到一分鐘 衣服本身是這樣子 然後頭雕 單面頭 後面這樣子 後面有個對槳機扣環 然後前面一個探照燈 然後夜猴造型個人是蠻喜歡的 欸我發現我 腳給他裝錯 難怪一直覺得怪怪 這才是消防員的衣服 基本上是綠色的配備 夜猴是這樣子 灰色 然後 灰底 黑邊 其實有點像莫杜男爵 那個臉的造型 然後他其實可以 蜘蛛絲的噴零件有 所以我就不想再裝零件 零件我就沒有再裝了 正面看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然後神秘客其實是有披風的 他是有一個類似 九招射的披風 但本人並沒有裝 然後頭盔是這樣子 我們俗稱的魚缸 拿掉後就基本上是一個銀色 然後附的是兩個可以射出去的零件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三個人都是單面頭 然後多的零件其實並沒有很多 基本上都是在所謂的那個熔岩人身上 然後貼紙就這一些 基本上也都是用在熔岩人身上 那就開始介紹熔岩人本身 熔岩人本身其實就看起來 就是在現場吸收了現場的一些東西後 變大而成的 比較要講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沒有貼貼紙的情況下 臉是 硬製的 這點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 這個 這算什麼顏色 橙色的部分 這個其實有些是有金邊的 還不錯 然後你像如果我沒有貼紙 這幾根其實看得出來不是什麼 說這個看起來是紅綠燈 招牌 然後這邊有個車子儀化 其實 路燈 就是一些雜七雜八的柱子 然後可動性來講是 這邊 這邊 骨關節 這邊算是 膝蓋關節 手肘 這邊都是球形關節 所以其實可動範圍還蠻大 然後這邊肩甲也是可以往上抬的 所以範圍是真的還蠻大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的話 左手部分 是一個類似可以射武器 我當然不會 直接轉 然後右手部分 是一個 手臂的狀態 可是他手臂要講一下 他手臂這邊 他是固定住的 所以你沒辦法說 這邊單單還有另外一個關節可以轉 並沒有 然後他故意用三個這種 小的零件看起來好像在第一隆眼 這點我是還蠻喜歡的 正面看這樣子 是一個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一支的 可是 實際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個投影 他並沒有把投影機的部分做出來 後面這樣 正面是這樣子 臉的特點是這樣 側面這樣 上面這樣 然後這一組 我忘記這組售價 這組售價我到時候再貼上去好了 然後這一組是 樂高76128的 蜘蛛人 離鄉日的套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去購買